Hello 大家好 我是倩倩 倩倩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超级好玩的互动玩具 它叫做Purgle 然后它有好多种 像这个是数学计算啊 逻辑啊 等等的 那我现在这期影片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数学计算 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太棒了 来示范给大家看 然后先跟大家说 你看它有一个这个 有没有它这个是很像一个小怪兽 但是它是放算数的地方 然后它这有两个点 就去对应它这个板子上面的 一点两点三点四点的这个两个点 就把它放在这里 这是它的位置 又有一个磁吸 有吸住的感觉 然后再来就是它有这个 然后0到9的数字 然后也有加减乘除 然后因为它会 可以算到就是个位数到百位数 所以它有给两份 两份数字这样 然后你要怎么进行呢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玩这个游戏 然后就点它 然后你看我们来快乐玩数学 它真的是快乐玩数学哦 然后你看它有不同的主题 那这些主题呢 我觉得它一个很棒的地方是 你看这里可以设定课程 为什么要设定课程 大家跟大家说明 比如说你的孩子可能会有不同的数学程度嘛 比如说像琴琴 它如果比较小 或许它就先从数数开始 那屁宝呢 它已经会加减乏了 它甚至已经开始练习惩乘法跟除法了 那你就可以帮孩子设定不同的程度 就是说这个游戏它不会是很死的 它不会说 你已经会乘除孩子进来 你还是会有一些碰到数数的题目 不会 你就可以让它加强练习乘除 那如果说孩子 它明明就只会数数 它还在启蒙的阶段 那就会有一些成的题目 除了题目 这样它不是会就搞不清楚嘛 所以它不是这种就是 简单到难 就是你全部都要的 而是你可以去设定 你要简单 或者中间 或者难 或者是你想要让它在什么地方多加练习 比如说 他还会问说你想要练习数数吗 比如说数数是什么 比如说你看了多少幅画 他还会说 你想让孩子练习数字序列吗 比如说什么数字在什么什么之前 还是你会想让它分辨基数偶数吗 还是会想让它比较数字的大小 或者是练习加法 练习减法 练习乘法 练习除法 还有等式练习哦 然后也可以练习位置 像有百位数这样 然后还有识别数位 比如说你想要听到哪个号码 就是你都可以去设定 然后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孩子是 我先把它先设定 如果我的孩子啊 是比较小的 然后你想让他先练习数数 然后你也想让他练习 哪个是基数偶数 然后数字比较大小 这样子 比如说就先练到这里好了 然后下法剪法我们等一下好了 先这个 先设定 好 那你就可以选你今天想要用 哪一个主题去玩它 像它很棒哦 它有这种太空冒型的 也有那种选小怪兽的 然后还有这种就是有故事性的 然后去那种魔法啊探险啊 像这个寝寝和皮毛也很喜欢 然后像这个也有点像 就是像船官那种电动打怪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的话是很可爱的驼羊 这样还有变魔术 好 那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太空冒险 好 然后总共四十五题 然后前面它会有介绍 第一次的时候你可以让孩子把它看完 就是让它了解说 哦 这个主题它的故事背景是什么 然后它这个故事背景就是会有一个宇宙人 它要搭乘火箭去探险 很酷对不对 好 你要帮助我们在天空中穿行 最终到达那个星球 我们喜欢叫它MAC 要去MAC这个星球哦 你看它就在进行了 那我选的是繁体中文 然后你看它会有这个路线 就会有种闯关的感觉 就小朋友最喜欢这样 就是玩中学 然后也会引起它的兴趣 然后这里就是数数的部分 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嘛 那我们就是选七 那你要放在这里放在这里放在这里都可以 那它其实就是各失败 但是你当你回答一个数字的时候 你怎么放在哪里 比如说你可以放在这里 小行星 嗯 就是它会荧幕会去改误 然后你要打下一题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拿起来 你看到多少个 火球 比如说我这边故意打错 一二 我们承受了太多损伤 你看到多少个 火球 然后它会让它知道说 它这样子是会有损伤的 因为它打错了 三四五对七 然后八 八 厉害 总观我们一路走了很远 感觉漂亮 你看到多少个 小行星 把这个拿起来 像这个就是让孩子可以一直去练习数数的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 比大小 有没有刚刚我们选的 比大小 有二四五 要怎么比大小 像我现在就是蛮让琴琴去练习 因为它有时候会答对 然后有时候会打错 好 数字最早就要换 好 一样啊 我们故意放错 而且你看它的画面很漂亮 画得很细致 再试一次 错了 四 看得漂亮 你今天是个大英雄 正朝月亮前进 那是我们唯一的天然卫星 有了这张地图 你就不会在太空中迷路 就去下一站月亮 地球旁边的月亮 更小 好 那这边的话要找到 数 二 好耶 搞定 转观 我们一路走了很远 感得漂亮 哪个数字更小 好 那像这个是宇宙的嘛 那你也可以选就是 可能像这个哦 这个好漂亮 我一个一个弄好了 怪兽的 你就可以选你喜欢的怪兽 选没有在睡觉的 比如说你选他 然后要自动感应这个底座 然后你看他怪兽很可爱 就是会有互动 这边也是数数 这样 然后一样是去做作答 那他的题目就是会是你找的 你设定的 比如说数数啦 然后比大小啦 跟无数奇数 好 他说说要清除数字 然后就是他会就是用怪兽的方式去问 然后再来的话 看看谁没睡 你可以还可以给孩子选 就是这种故事线的 就是你看哦 一样就是问 呃 练习算数数啦 然后偶数奇数啦 比大小 可是他会用不同形式呈现 就会非常的有趣 给大家听 就小朋友最喜欢听故事啦 而且他的画面真的很漂亮 很像动画 而且是质感好的 那如果你现在是选那种不同的 比如说你是选加剪法 他就会主要 我等一下示范给大家看差异在哪里 先跳过 Vicky 然后 还有地图 冒险地图 然后有没有 你看 一一 然后他会 一感的漂亮 答对了 他会有星星 然后就会加到这个数字 小朋友就会一种搜集星人 感觉他们会非常喜欢 然后你看到目前就是 比较简单基础的数学嘛 那我让大家看 就是一样是这个游戏 我们让他 难度提高 所以我们要去设定课程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想要让他练习 加法减法好了 然后等式练习 好 这样子 好 我们一样是选这个哦 把它跳过 直接往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 差异在哪里 就是我们去选择不同难度的差异 1 好 比如说2加1是多少 刚刚忘记把1拉起来 太棒了 就是这个加法 多一颗星星 然后他就会去改变他里面的内容 总和是多少 1加1 2 你真聪明 他就是累积他的星星很漂亮 整个拉起来 我们正在靠近配奥人生 然后 总和是多少 你也可以就是用这个 去玩下一个 就是说你选他是 我怎么来到这里的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Dana的冒险 那就是你所在的世界 Dana 一个充满魔幻和冒险的世界 冒险什么都最喜欢 我是Emilio 认真听我说 我可以帮你回家 那像他有些题目他可能会用英文的嘛 但是还好如果你孩子听得懂英文就OK 如果他听懂英文他看图 其实他也知道就是一个加一个 那他其实也一边可以练习他的英文听力哦 你看很酷耶 如果有一些 奇幻的动物 然后他就搭上火车这样子 然后去冒险 就是 大概是这样子玩 然后你看他这里会有不同的门 就是一关传一关 然后 再来最后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嗯 我来设定 设定这个好了 设定另外一个给大家看 设定乘除 就是你都可以随着孩子不同的 就是调整 你可以加强他某一部分的练习 你也可以加强他某一部分的练习 你也可以加强他某一部分的练习 下像棋 一共 三 橘 我每次走了 我每次走了 步 嗯 我一共走了几步 三乘二 等于六 太棒了 嗯 就是这样子去玩 一共 六 那一共 刚得漂亮 就是数学部分 嗯 嗯 就是数学部分